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影片下方里面说要看这个Golf GTX 的保养费用 所以今天我决定专业一点 直接来到这一间 M-Power 承重的一个 Volkswagen Specialist 啦 直接问专家叫我们算个问题 今天我们就请来了这个 M-Power 的 Lucas 来帮我们解答这个 Gorg GTI 在保养方面的各种问题啦 那我同样的就和之前的影片一样我们会分成三个 Stage 来解说 那现在就先说普通保养方面的这个问题 Lucas 你们通常是推荐 Gorg GTI 车主换这个什么等级的黑油 通常我认为我的店是用着 Mobile One 的 所以我也是推荐一个 Mobile One 的我们卖的 Mobile One 是50 车主换的 通常 4G 车主换 GTI 是用 5 个 L 的 是价钱呢大概加买 Filter 的话大概会在 400 多左右 500 块之间啦 所以就是讲换一次黑油大概是 400 、500 块这样 对 OK 那至于这个其他方面好像牙油 牙油是多久换一次然后多少钱 通常我们建议顾客 30 千就要换一次牙油 嗯哼 价钱大概会是在 包买 Filter 大概会在 800 多块左右 800 多块左右 对 这个是 for DSG 油吧是不是 对 DSG 油 Meka Tronic 油就需要去动它 对不对 没有耶 For 2.0 呢它只是一个单单一个 DSG 吧 哦 只有 DSG 罢了 对 哦 OK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Spark 方面 是多少钱 S Spark 方面我们建议大概建议 Google 大概是在 80 至 100 千左右 就要更换一次 嗯哼 大概价钱会在一支 100 块左右吧 100 块左右 对 sorry 100 块一支左右 加到我 100 块 所以是 100 块一支 所以四支的话就是算是 400 多啦 400 多是包装的费用 对包装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Air Filter 是多少钱 Air Filter 其实我们建议大概在 40 千至 50 千左右 就必须更换一次啦 价钱大概会在 100 块左右啦 100 块左右 这个是原厂的那种纸的 Filter 啦 对纸的 Filter 嗯哼 好 OK 接下来叻 就到这个 Golf GTI 在 Wear and Test 方面的这些需要注意的小耗屏啦 这一方面这个 Wear and Test 呢 这个 Mark 6 和 Mark 7 呢 有什么需要去更换的吗 小耗屏方面 其实 Wear and Test 的东西 For Mark 6 和 Mark 7 都是基本上都是一样啦 例如来说我们手机皮啊 皮袋啊 Smart Plug 啊 嗯哼 还有一些 Filter 之类的 然后 Fuel Filter 和 Air Filter 和 Air Filter 都是属于 Bear and Test 的东西 都是定期都是要换掉的 嗯哼 那我们就一样一样来讲啦 首先我就看到这两个哇 我有点流口水 For 这个 Brakepad 的话呢 Gov GTI 是大概在什么价钱 For 一个原装的 Brakepad 来讲 大概会在一个四至五百块左右的 四至五百块 一套 对一套 是前面罢了 前面罢了 对 这个是 Original 啦 对啊 这个是 Original 的 So 前面是大概四五百块 后面 后面大概会在一个四百多左右吧 OK So 讲到来是大概九百左右 对九百左右 OK 那 如果你是 Performance 的话 我们可以建议你用这个 Endless 就是这个啦 对 非常的漂亮 蓝色 OK So 这个就是什么价钱 这个大概是在 1100 多左右吧 1100 多 前面罢 对 前面罢了 那有没有比较经济一点的选择 经济来讲我们就是 after market 的啦 我们就像我们说的 OEM OK OEM 大概价钱会在 比原装便宜一半啦 大概 OK 那讲完这个 Brakepad 还有一个就是 DIA DIA 方面 Lucas 你了解吗 这个 GTI 的价钱大概是多少钱 DIA 来讲我们 一般来讲 Michelin 大概会在 700-800 左右啦 18吋 18吋 对 对 如果你要选择比较经济一点的 也是有啦 就可能 Handcore 的这些 就大概也是在 300-400 左右 呃 300-400 买不到啦 500-500 大概会有 400-500左右啦 OK 400-500左右 So 那个价钱大概是在 这个 Range 啦 一条的价钱 P 带是多久换一次 P 带我们其实也是建议在 一个 80 前换掉它就比较好 我们所谓的 P 带就是我们讲的 叫个 Fan 掉 就是它是拉动那个 Compressor 啊 Ortonator 之类的东西的 装着它大概也是 即使真供 装着它大概是200-200 左右吧 200 多左右啦 OK OK P 带其实我们也算是个 Fan Entire 的东西 因为它是属于电子型的东西 会坏掉啦 因为也是个有寿命的东西 嗯 一般上 其实我也是建议顾客 跟 Sparta 一起 更换掉 就是在 80-100 千左右 嗯 再选择像如果我们 比如说原装的话 大概会在一家 应该是在 200 多左右 200 多左右 一只啦 对 一只的加钱来的 OK 那有没有别的选择 选择上来讲我们可以 Go for Upgrade Parts 是红色的 R8 Coil 那个也是蛮多车子会换的啦 这个是什么价位 这个价位大概会在 100 多左右 对 也不会左右 100 尾啦 100 尾啦 这个也是原装 是一个原装的 R8 OK 我还以为这个 R8 红色会比较贵一点 其实也是和普通的原装差不多 因为原装是会比较贵的 对哦 款的是比较贵一点 OK 哦 学到新东西了 OK 接下来就到这个 比较压轴 也就是重点了 那就是在这个 Repair 的 Stage 啦 所以 Lucas 这个 Mark 6 和 Mark 7 的 Golf GTI 啦 在这一方面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还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OK For Mark 6 和 Mark 7 基本上 都有这个同样的问题啦 就是他们的 Water Pump 基本上还是会比较容易坏的 但是 for Mark 7 来讲 它会比 Mark 6 的 其他的东西会比 Mark 6 比较耐 但是 for Mark 7 大概都只是一个 Water Pump 问题 其他基本上都很耐的 那这个 Water Pump 换的话要多少钱 从 Mark 6 来讲大概会在一个 1500 左右吧 1500 这个是原装的价钱 原装新的价钱啦 对 全新价钱 那除了原装的还有什么选择吗 就是 OEM 咯 OEM 有什么价钱 OEM 大概会在一个 6-800 左右 6-800 左右 所以该这个1500 和6-800 都是包装 还是只是零件的价钱 都是零件的价钱 包装到来大概是多少钱 大概也是在 大概如果是 for 原装大概也是在 1600 左右吧 1600 左右吧 那这个 OEM 也是加多一个 100 块这样子啦 是吗 对 都是这样子啦 OK 那就是 SYN 和 OEM 还有别的选择吗 就是这两个吧 都是这两个而已啦 OK 我们就还有 PVC 包装 PVC 包装 这个是 Mark 6 和 Mark 7 都需要注意的还是 基本上 Mark 6 应该比较要注意的 OK Mark 7 就 还好 还好 也是会中 也是会但是基本上机会率比较少 Timing cover gasket Timing cover gasket 这个也是 Mark 6 需要注意的 因为它是基本上 它的 gasket 都是塑胶的东西 基本上如果它一个程度不耐了 它就是会漏油 可以油 OK 这个是 for Mark 6 而已还是 For Mark 6 啦 目前来讲还是 for Mark 6 啦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我本身我的车也是有时也会中的 就是这个 Real Speed Sensor 啦 这个东西是不是算是 GOT GTI 需要注意的东西 基本上也算是 蛮长亮灯的是不是 对 它是好像一个圣诞树什么灯都亮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如果中的话 换的话要多少钱 For OEM 来讲大概会在 150 支 200 左右啊 如果是原装的呢 原装大概是 200 多支 300 啦 OK 那这个其实 OEM 跟原装也差不多啦 基本上也是差不多 都能用 OK 那接下来 Lucas 我觉得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啦 因为其实 很多年轻人啊 他们都会想要买一台 GOT GTI 那可能看的就是这种 车零比较高的 可能 Mark 6 之类的啦 那如果是要入手 这个车零比较高的 GOT GTI 的话 需要注意什么 通常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 你要注意它有没有漏黑油 漏水 这个都蛮重要的 基本上就是漏油漏水啦 加上它是 Turbo 车的关系 对 Turbo 车的关系 然后 Turbo 健不健康也是一个问题 然后牙箱那些 也必须要知道 前一个车主有没有定期做保养之类的 OK 那我们先讲漏油漏水的部分啦 假如 Let's Say 漏油漏水 One Hose 这些 价钱大概是多少钱 基本是看要看什么东西漏先啦 大概如果是小弄大概也是在一个 500 多 500 多支 1000 左右吧 如果你是讲大弄的话都是在 1000 至 2000 左右 以上这样子啦 那这个是换 Hose 方面的费用啦 对 OK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Let's Say 哦 对 其实这具引擎是用这个 Timing Chain 对不对 But Timing Chain 它也是会有一个 会 Slip 掉的几率 对不对 就是年份讲高了的话啦 通常我们建议都是在一个 100 千左右要换掉啦 OK 换的话是什么价钱 通常如果换的来大概会在一个 3000 多块左右吧 3000 多块 是包装的 包装还有全原装的东西来的 其实 Turbo 呢也是蛮常会有问题的 就是来讲 吃黑油 就是我们所谓的 Turbo 上油 OK 然后 就不然它就是有声音 就是你一太油它就会有一个 一种 KKKK的声音啦 如果我们把它去修的话 如果 Turbo 身体还是健康 没有 Crack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来讲 C 的话大概会在一个 2000 多块左右吧 2000 多块左右 这个是 For Repair 啦 如果真的是不好彩要换的话呢 如果要换掉的话 如果是 For 原装大概是一个 4000 多至5000 多左右 OK 那还有别的选择吗 其实实际上没有别的选择啦 OK 所以 Lucas For 这个 Gove GTL 啦 我可以问一下它的这个刹车盘 大概是在什么价钱 通常我们一对呢 我们会大概在一个 700 多左右吧 700 多这个是原装的价钱 原装的价钱啦 所以前面是 700 多后面 有分钱后的吗 有分钱后的 后面的价钱大概会在一个 500 、600 左右吧 OK 好 那还有就是接下来我就要讲一下车胶啦 所以 如果我买那种车灵比较高的 Gove GTL 啦 车胶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车胶它其实我们讲 Arm 之类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没什么大问题 Absorber 可能稍微要注意一点点啦 Absorber 因为它是用这个 DCC 嘛 是跑电的是不是 对跑电的 所以如果这个东西 坏的话 是多少钱 嗯 如果是拿原装的话啦 大概是在一个 10 多千左右吧 1万多啦 通常你们是会 换这个原装的还是有其他的选择 还是怎样 有其他选择你可以选择 Aftermarket 的 嗯哼 嗯 就好像好像拿 Base Sign 的 KW 都没有问题 因为Aftermarket 呢 还有几种 一些呢 它是Go for 只是 normal 就是它它换一只 Absorber 而已 但是如果你要Go for high-end 的 你可以Go for soft hard 跟adjustable 的啦 OK啊 如果是for 这一方面的话啦 你应该讲这个原装的电子悬吊是1万多嘛 这样这种 普通的 是多少钱 价位是在多少 普通的话我们大概在一个3000多左右 3000多左右 如果你是Go for 那些 high-end 一点啦 这样 Soft hard 跟adjustable 大概会在一个 8000多以上 哦 这样还是比这个DCC 便宜啦 对 但是DCC 它肯定会亮灯吧 嗯 For golf 最开始讲我们是有 有一个方法是可以by pass 掉它 by pass 掉 OK OK 如果for golf 7 的话呢 就没有这个东西 就没有这个by pass 掉 你就要花一笔钱 就买一个canceler kit 那个canceler kit 大概要1000多块 就去闯 canceler kit 大概多少钱 1000多块左右的 千多块左右 OK 所以你要另外加这个 千多块来去cancel 掉 去过掉这个东西啦 对 你的biter 里面呢 就会有那个显示灯 它就会灭灭掉 OK 假如我没有加这个canceler kit 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它canceler kit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的那张celer 跑不通的 走不到 它是 一直会 keep the lean mode 也是走不通的 这是你 架不快的 哦 可是还可以加 可是就是加不快 就好像是被封锁了 它是被封锁了 OK 大致上都是这样子啦 OK 所以最后呢 我觉得我就要问一个 很多人都很怕这个wax wagon 的东西 那就是牙箱的部分 所以Lukas 以你的经验啦 这个Goff GTI 在这个牙箱部分 其实它的问题多不多 因为它其实是用的是wag clutch 相比起dry clutch 它是不是真的是比较耐用一点 其实wag clutch跟dry clutch 都是基本上都是 它也是属于glash-p的 就类似人家很像 它也是会有磨损完的一天 对 For clutch 的话 这个离合器 其实都是会消耗品来的嘛 对 所以这个东西 换的话大概要多少钱 如果是讲 Max X 3 讲啦 大概如果要换的话 是在glash 单单方面是2000多左右 2000多左右 做完全部原装的 也是原装的 原装性的 OK 那讲完这个clutch pack 还有一个就是 Mekatronic 这个Goff GTI 它的这个wag clutch Mekatronic 会不会 真的是 真的是像大家都讲的 很多问题还是什么 基本上其实也是很常出现的问题啦 Mekatronic 大概几率是 有没有讲一个几万公里还是怎样就会坏 还是真的是看 看车主的驾法还是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保养很重要啦 如果机甲上有保养的话会稍微比较耐一点 你讲的保养是怎样的保养? 就是所谓我们只有肠油换压油啊 OK 保养 其实保养很重要啦 OK 那假如这个Mekatronic 真的是坏了的话 嗯 是 换型的 还是怎样? 还是有什么解决方法? Mekatronic 来讲 如果真的是坏掉的话 如果是属于一个全新的话 嗯 大概会在一个 8000多左右吧 8000多 这个是for Golf GTI 的价钱啊? 对,for Golf GTI 的价钱 还有什么? 如果你是比较有預算一点的话 你可以拿一个二手的 OK 大概也是在一个 4-5千左右吧 OK 哦,二手的就是所谓的RECON的啦 不是 RECON是他们叫做福胜啦 Refurbished 吗? 对,繁星 繁星又多少年? 繁星来讲大概也是 其实在二手价的 稍微也是 高一点 高一点而已啦 OK,那大概就是 5千 5千 大概在一个 6千左右吧 6千左右 OK OK,那讲完这个 雅箱部分 Engine 方面 这个EA888 OK啦,我们分 两代来讲啦 Mk 6 和Mk 7 的 EA888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我们现在来讲 Mk 7 来讲 Mk 7 来讲 其实基本上 如果你有做定期的 保养 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嗯 就是像 大概都是像外面的车将 就是 你有照顾的话 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都是不会有大问题的 如果你是没有照顾的话 可能你的 Camshaft 之类的东西 会比较容易坏掉 OK,会坏掉 那这些东西 如果维修到来的话 是什么 大概要多少钱? 大概就是 大概也是一个 15千左右吧 那这个就是 如果你买一个 二手的 Cos GTI 可能就要注意的地方啦 嗯 一个是 For Mk 7 的啦 对 那For Mk 6 呢? For Mk 6 来讲 就是吃黑油的方面啦 嗯 如果我们讲吃黑油的解决方案啊 只有两种而已啦 一就是你要做一个overhaul啦 嗯 Pistoning 必须换掉 嗯 然后如果你是 不要做overhaul的话呢 就是 就是要 keep going 就是你必须要一直导游啊 他家里导游你就要跟着他导游了 OK 所以基本上 解决方法是有两个 一个就是做overhaul 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定期去加这个 呃 是吗? 不属于算 呃 不是讲定期啦 就是 它会显示跟你讲 它黑油缺少 它的显示灯会跟你讲黑油缺少 然后你这样可能 然后你就要去top up啦 对 你就要去top up啦 那OK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解决方案 这个只是一个 暂时的解决方案 OK 那 讲到这个overhaul 方面 嗯 价钱大概是多少钱? 然后换的东西有什么? 价钱来讲 如果我们是讲一个 做一个复偶或全原装 全新的东西 大概一个会在一个 10多千左右吧 10多千左右 Total 到来是10多千左右 Total 大概在一个 10-20千左右 OK 那其实这个 Mk6 的E8Bard 刺黑油的原因是什么? 通常刺黑油的原因都是 Piston Ring 做块比较多 Piston Ring 啊 所以是Piston Ring 的问题啦 对 那其实这个 并发率 就是它刺黑油的 这个问题 高不高? 嗯 其实是蛮高的 蛮高的 就是基本上都是会中啦 基本上都是会中 所以就是讲 如果中的话 你要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要花一个10多千做Overhaul 对 是的 那做了过后 大概多久这个问题又会回来呢? 大概能耐都是在一个 3-5年左右都没问题的 3-5年啊 都没问题的 如果是要解决这个 吃黑油的话呢 我可以建议你们用这个 这一套我深的的Piston 这个我知道 这个好料来的 嘖 嘖 流口水了 所以这个是Porge Piston的 锻造的是不是? 对 它是锻造的 它的设计呢其实是 可以改亮你的 赤黑油的方面 就是它的能耐 它的耐性 耐样度方面会比较好 所以就讲我换这个的话 那个赤黑油的那个 机率 它的Diston可能会拉啊 就是会更好 会可能你能耐用会比较长远 所以如果 Let's say 你的这个野巴巴吃黑油 如果你要做这个overhaul的话 你是推荐就直接换这个啦 对 我可以说 通常我是推荐 因为它的价钱呢 是跟原厂的 其实是基本上也是在 很接近而已 哦 是哦 如果是Original Piston来讲 我们讲一套啦 大概会在 也是在4,000块左右 OK 那这一个我深的呢 也是在4,000块左右而已 是啊 对 其实它们的差别不远 哦 OK 其实也是一个几百块左右而已 哦 OK 哇 OK 那基本上是Mk6才会有这个问题咯 Mk7 是不会有的吗 Mk7 暂时目前来讲都不会 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 因为我知道的是 这个Mk7 的GOD GTI 用的 这个EA++8是第3代的 它和这个Mk6的是 不同的 算是一个改进版的引擎来的 所以在这方面这个问题就是算是 目前来讲算是解决了啦 对 对 你们目前是没有看到Mk7的GOD GTI是有识美有问题的 是没有的 OK 那以上呢就是这个Volkswagen GOD GTI 啦 的保养费用还有需要注意的事项啦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感谢这个Lukas 来帮我们做这个专业的解说还有解答啦 谢谢你 不客气 那我们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喜欢这一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还有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Subscribe 啊 Subscribe 啊 诶 Lukas 我刚才看到外面有两个BMW F30 咧 可以讲一下这个F30 的保养费用吗 可以啊 没问题 可以啊 可以啊 想看吗 想看的话 记得踊跃留言 按赞分享啊 OK 这样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